如果觉得开心你就变香蕉 变香蕉 如果觉得开心你就变苹果 变苹果 为什么今天一开场这么开心 要唱歌给大家听呢 那是因为我要来说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这是一个关于爱迪生的故事 爱迪生他发明巫师灯泡 我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不过他还有一个故事 是你们必须得要知道的 在爱迪生小时候呢 他看见了一只母鸡正在孵蛋 母鸡怎么孵蛋 当然就是坐在蛋上面 像这个样子 然后母鸡它是为了给蛋温暖 蛋有了温暖就可以孵出小鸡 爱迪生就在想 你都可以孵蛋了 那为什么我不能给蛋温暖呢 于是乎他就 把蛋搬来了 他就在想说 我要来做这个实验看看 嘿 没错 就像这个姿势 爱迪生就开始孵蛋了 说时吃哪时快 所有的小朋友就开始跑过来笑他 哈 爱迪生你以为你是鸡哦 你怎么在孵蛋了 妈妈你看爱迪生好像笨蛋了 他坐在蛋上面耶 爱迪生他在孵蛋耶 你真的以为你是小鸡吗 哦哦 所有的人都在笑爱迪生 朋友们 如果你是爱迪生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你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会觉得烦闷吗 难过吗 还是你会生气呢 我告诉你 爱迪生 叮叮 三样都没有 因为他跟我 发现心理家一样 我们呢 身边都有一个防护罩 有没有看到 好大的防护罩 站在保护着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防护罩呢 那是因为我们都很相信自己 爱迪生呢 他绝对不会觉得自己在做笨蛋在做的事 他也绝对不会觉得自己做的是愚蠢的行为 有了这样子 相信自己的力量 你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防护罩在保护着你哦 可是相反的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烦 难过 或者你生气了 这个时候你的防护罩就会瞬间消失 防护罩消失之后 所有的嘲笑迎面而来 大家都可以攻击得到你的时候 你当然会觉得不舒服了 所以今天说了这个故事 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怎么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罩 让你可以面对嘲笑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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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